今天我們找到美麗的陳小姐 給我們介紹星河山海半島的地理位置 這邊 我幫大家介紹整個洪目 現在北角寺的位置就是星河山海半島 它是整個純寮灣的一個頭牌的位置 因為落了純寮灣的高速路口 大概兩公里左右 就到了我們剛才的星河岩海灣 就是海邊的一個洪目 現在我們是在半山U上高的 距離這個位置大概是五公里左右 以後第一個過來我們來純寮灣 看到第一個洪目就是星河 而且在橋上高也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位置 整個洪目來說 它都是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區域 整個是位於深圳兩個深圳的中組位置 旁邊這邊是山上河座區 距離深山河座區大概是三十分鐘就可以到 所以這個位置又擁有了山海資源 所以它的地理位置是很好的 我們這邊的交通是由四條高速組成的 第一個是去到我們的保安或者福庭這個區域 從這邊過來的話是走延海高速 然後對接著港圍就可以到 最遠的位置大概是兩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近一點的話就是我們的龍江和羅湖 走深山海高速然後對接著港圍就可以到我們的位置 大概用時間一小時就可以到達 ril江 比如我們講 我們這樣就像街坊朋友在香港澳門地來過 其實我們在香港的接駁巴士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金融公共 能夠過到來我們的生活 現在是這樣的 我們這裡他們最近的位置是維東陣 就是維東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有六巴車可以直到維東陣 大概是早上中午和晚黑 有三班車可以到達的 這個位置的話 就可以去到深圳北 深圳北的位置都可以直到我們香港 以前這邊因為疫情的影響 以前其實是開通了香港直達到維東站 所以以後香港下湖過來其實都很方便 當然除了這條線之外 後期的話我們會開發一條海上的行班線 就是從這邊的山上下族區 這個區域一直繞著我們的商業灣 以及去到我們這邊的壁架這個位置 然後從壁架這個位置 可以直接坐船過去我們的維多利亞港那邊 所以以後它的交通是很方便的 再加上其實現在深圳這邊的地已經沒有了 它基本上都是要東進 當中往東邊走 那旁邊就是山上下族區 所以這個區域是很佔優勢的 其實我們這間朋友可以在維多利亞港場上 那裡有港碼頭上車就可以直接過到 我們的三個州島 直接過到我們星河盆島的樓盤 大概用時一個小時就可以搞定了嗎 大概是四十海里左右 四十海里左右 即是不到很遠的 都是一本湯的距離 過一多小時車程就已經達到的距離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我們二旗賣的產品是什麼 現在賣的位置在哪個位置 在哪裏做得很詳細 我們現在看到它是整個二旗的一個模型圖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營燒中心這個位置 那這邊是四月份剛剛收了樓的 整個二旗的話一走出去 旁邊這裏是菜市場 旁邊這裏是三旗 這個位置是三旗 當然它現在正在開發 我們現在賣的戶型 最重要的是戶型 是賣什麼呢 我們高層是六十五方的兩房 哦 六十五方兩房 它這種水餸樓是很高的 然後還有一個七十七方的南北通透的位置 前面看海後面看山 具體在哪個位置 位置的話 我們現在原版房是四十五號樓 即是賣的是不是都在這裏 是的 這個是現房來的 當然它可能那些樓層來說 只是低樓層 其實我們買這裏一手樓 我們直接都可以營樓 直接買了就已經有現樓收貨了 不需要等 直接就可以直接入住 嗯 然後我們其他樓動都在這裏埋著 好像這個六號樓 以及這邊的八號樓 它收樓時間 可能是三年的一月份左右就可以收的 現在在這裏中收著 哦 其實等半年都可以有其他動的 給我們一個街坊朋友的選擇 其實看你選擇現樓還是旁邊的 反正半年後我們就可以接入住了 OK 而且它這邊的話 基本上都是現房來的 現房來的 是現房來的 它的均價是一萬 即是一萬二到一萬三 當然如果因為香港下戶 目前來說暫時做不到案件 所以都要一次性 基本上一次性至少能力 是最低價是一萬起頭 一萬起頭 那即是對我們一次性的香港後來講 還有更加大的優惠給我們 那當然你們撥打我們的熱線 來去及時了解 嗯 我再介紹一下我們的別墅 我們的別墅是 小戶營的別墅 楊巴房是在這個位置 哦 它方為連排和商聘 那它商聘的話呢 先說我們的連排 連排的話中間位是114方的 但是它的使用量來講 套內的話大概是去到188 哦18 然後它還有前後花園 即是前後花園 即是都是陣送的 是都是算是陣送的 那它兩邊呢 選端頭位來的 端頭位就大 10個方 125方 然後它的陣送路就會比較高些 大概是去到284 那它加起來也有成300 400 是的是的 而且它是因為這種呢 它都是按照它的地勢去做的 它分為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然後它每一戶呢 基本上看出去都不會說有對視很嚴重的 所以這個是獨棟別墅來的 如果你是買這邊的位的話 是商聘來的 114方 那還有大商聘是四層的 好像這種呢 就是全部都是東南風向來的 我聽到這裡 就是想拿來拿去跟著我們 陳小姐去燃樓 我看看我們一個格局 還有一個地理位置 真的是的 好的 我們現在方便去燃樓 好 我們去看看洋八方 然後陳小姐帶我們來看這個零二戶型的單位 好 好 這邊是五戶型九十八方 哦 九十八方 是 我們可以走進來看看 它基本上都是大人桌 而且它這邊可以先來我們的羊桌那邊看看 三房是否在這裡 是三房 整個的話都可以看到山和我們的海景 雖然說這裡的海景不是說一線海景 但是整個派起山是很協調的 而且它樓與樓之間的樓間距是很遠的 就是平時可以住得舒服 是 加上它這邊的羊桌是很大的 景觀大羊桌 是的 就是平時晚上在這裡吹海風 跟著山景 其實來說都很捨意 而且看到羊桌可以真的連接著 是不是這裡還有一個書房 是 這邊可以做一個小書房 基本上三面它都可以 無論是採光道和景觀道都會很漂亮 是 三面採光道都很漂亮 可以看得到 三房其實是很方正的三房 可以看到 而且是帶主套的 是的 這邊的主人房是帶個套洗手間的 兩邊都是南北通透的戶型 其實房間可以做到南北對流的通透 真的在這裡選擇這個星河是比較好的 而且關鍵可以看到 一路看到我們這個拍攝 可以看到一路都是很方正的會員 而且沒有什麼絲毫的浪費 給到我們這個空間 就很健散、很實用 嗯 我想問到時候 這裡是不是都是帶精裝去交流的 是的 我們帶精裝的地板磚是交流標準 場面的話是白色與高尺 包括它長高一點 比說吊頂這些都是有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是的 這裡是交流標準都有的 除房和洗手間都是可以用的 哦 其實我們這個除房這邊 都配備了幾件套給到我們的業主 是的 那包括我們這個熱水器有些嗎 這些都有的 我也有 其實除房的話 這裡都已經是給到我們的一個 直接可以用的 是的 除房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除房這邊的話 這些都是交流標準 直接就可以給到我們的業主使用的 而且它是用的方態 包括我們美的都是一些品牌的產品 都是大品牌 那旁邊呢 我看到有我們一個交標 我們都可以看看我們的交標 是 這邊的話呢 是80方的兩房 哦 80方兩房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是 其實看到這個廳都是方方正正 是是正正的 所以其實真的看到整個實力量是很高的 是的 實力量很高 看到都是有大用桌 那都是 不知道有大用桌 兩房都是連著一個房間一起用的 是的 這個呢 和90方的差不多一樣大 嗯 所以一路走過去 CNC可以直接帶我們去看看 是 這邊的話呢 是小房 裏頭的話呢 是主人房 就是主人房 嗯 包括它的主人房 你都可以看到 它做了兩個窗戶 這兩個窗戶呢 其實它的景致各方面都很好 很高的 而且你看到很厲害的 封構性很強 是啊 嗯 真的很足 而且呢 這兩個窗戶 還是三窗戶 都是配備的一個 就是 有件細一點的面積 和一個 很不思無的浪費 是 這邊的話是我們 除房的交流標準 嗯 除房的交流標準呢 這裡已經是顯示出來 亦都是有幾件套配 還有一些隨櫃 其實我們只要自己 去搞定的軟裝就可以了 是 嗯 OK 那是否還有其他的戶型 除了我們這個98方 和80方 跟著陳小姐呢 來到我們的別墅 這個示範單位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好 這種呢 是151方的 那這裏呢 是人限讀 那它隔離這個位呢 這邊這個位呢 就是 車的停車位 車的停車位 是連著在一起的 是 每個花園呢 都不一樣的 是連著在一起的 是 那這裏是不是算贈送面積來的 那些花園都算送的 花園都是送的 是 車的面積都是贈送的 然後 都分開得很細的 車位還車位 還有這裡 花園還花園的空間 是的 我們可以先進來看看 這種呢 是151方 總共呢 是6個房 嗯 呃 里頭贈送的話呢 是贈送的150方 所以相當呢 里頭呢 都有300方的洗印路 好像這些呢 都是精裝修的 因為我們別墅都是精裝修的 就是到時交流 都是精裝交流給我們 是 省時省力 好像這些都是 都是交流標準 嗯 隔離這個位呢 有一個洗手間 因為疫情呢 每個人回來之後呢 第一時間想到它是洗手 是 其實都很方便洗手 是 那我想問一下 大概這套的一個價位 是多少錢左右 這種價位呢 總價是683到720萬左右 哦 630到720萬 是的 它的花園基本上 維持在150到200方左右 剛才我們看到是前園 當然我們可以過來用桌子 這邊看 下面呢 它是有一個後園的 嗯 這邊的爐桌呢 是6米8乘以3米的 所以都很大 基本上你放兩個麻雀桌 沒有問題的 都沒有問題 是 那其實現在這裡 這裡是一樓 這裡是一樓 上高一層 下低兩層 哦 即是下低還有兩層 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裡呢 都是自家的花園 是的 嗯 那就是我們去參觀一下 嗯 如果看到客廳很開洋 像我們現在上去的二樓看看 二樓的話呢 是兩間套房 嗯 到時這些樓梯間 是不是都包好了 這些都是裝修好的 哦 這些都是裝修好的 鐵好瓷磚 而且它用的是大理石 那這邊的位置是主人房 這個位置是主人房 我們到時都是 自己做些軟裝就可以了 是 這個房間呢 其實它是不算面積的 哦 它原本是一個高的挑空 那我們幫你做了一個房間 其實對於開發商來說 是增加了成本 業主省了一個成本 但是到時樓梯那裏有沒有做 就是做一個平層給我們 呃 哪裏還是贈送的位置 其實你說的這裏是贈送的位置 因為你說的 因為通常我們見的別墅 很多都是挑空 上面的挑空的話 可能去到大概六七米也有的 嗯 那你剛才說到酒店這裡為主 那六七米這裡的情況下 這裏到時樓梯會不會做這個平層給我們 還是我們自己 做好 已經幫你做成一個房間 而且裝修好的 是的 明天又開發商定會扔款給我們 是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陽台 哦 一出去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 其實很漂亮 真的 住在這裏 司馬勝啊 和面對的都是一些中高端的 一些群體來去住 你真是 每一個都獨立空間都很夠 嗯 也都很出 而且好像我們這邊 一走出去就是公園 哦 是啊 4.6萬戶一個中央公園 你散步可能都要散兩個小時 其實我們直接問一下 就是無論在自家花園 去捉客棋 還是出去散步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是 是 關鍵是開發商 真的會閉 我們就想做這個 反正我自己做中空又可以 自己做那個 它這裏交樓的話 它只能做成一個房間 哦明白 然後這邊的話 它是帶了一個浴缸的 這些都是交樓標準 是 其實 我看著花園在那裏浸 浸 浴缸 都已經是一個很寫意的生活 是的 即是給我們街坊的一個生活水準 是不一樣的 而且這些都是精裝膠 是 精裝膠 那旁邊這個位呢 是我們的 這邊的話呢 是客房 哦 當然你打開了窗 外面的景色都很漂亮 其實真的也是一個落地的一個大窗 大一個玻璃窗 老闆很喜歡用一些大玻璃窗 因為通透 而且它的景致又漂亮 是 關鍵是通透 還有一個小陽台 是 其實浸送的那些陽台 這些算不算浸送面積 這些呢 算半浸送 半浸送 所以其實呢 都是可以擦一下茶 用茶 休假的時光 真的很多地方可以選擇 是 是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它們都是帶一個套 其實它是每間房都帶著套 可以選擇 是可以 其實它總共有幾間房 這裡總共有三個套房 三個套房 其實總共有六間房 是嗎 是 我們可以往一庫二層走 那下面才是我們的經典之處 是 這裡剛才說到幾個中空 關鍵開發箱 那間房是浸送的 其實我們來到這裡 其實總共有四層 是呀 我們現在是負一層 我們現在來到負一層 雖然說它是負一層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進去這個主人房 這裡也是算一個套間 哦 是呀 這個套間 和上高的主人房 是一樣大的 而且如果你是被父母住的話 這裡又涼爽 又通透 可以有書桌 在這裡 嗯 這個可以做衣無間 然後 其實最美的位置呢 是躺在這個位置 都可以看著自家的院 和外圍的院 你看看 看到樓下的景 都是我們自家的物業 是 自家的花園 是 總共有四層 負一層的別墅 我聽多了 還有負二層的別墅 是嗎 我們可以再去旁邊那邊 是 你可以做客房 是呀 也可以做為一個 比如說功能房 書房 這個位置呢 他們做了一個兒童室 當然你也可以做為一個隱隱室 隱隱室也夠 是 嗯 都沒有闊落 可以平時最喜歡自己的小朋友在這裡玩 除此之外 我們這裡是開了一個門的話 它是通風性會好很多的 這裡可以做主床室 到時這裡都是膠樓的 是嗎 是 這裡是膠樓 你發覺你開了這個窗門之外 它的風是對漏的 其實進來後 真的不覺得有什麼悶而同局 可能真是 本身開放商園的這麼細緻的設計 你看到我們第一個是 那些風都是對漏的 是的 是的 然後我們還可以往下面走負二樓 嘩 我們再往負二樓 看看驚喜的原因 小心點 一走下來的話 它是整個一輩子房間 你可以做保姆房 而且你可以做一個殘室 包括可以 如果你喜歡喝酒的話 可以做一個儲酒櫃 你看這個殘室夠大 做保姆房的話 就是夠負了 剛才的保姆房沒有那麼大 OK 而且下來 真的看到剛才說到的這個花園 給我們整個家庭朋友 可以在這裏 不便調 要上三面之幾 或者叫朋友過來 在這裏開派對 是一個好玩的選擇 我想問一下這裡的話 面積是否都是贈送的 花園全部都是贈送的 樓下這裏呢 樓下 剛才我們介紹的負一層 和負二層 都是不算面積的 都是不算面積 都是不算面積 其實實際上花園面積是多少 如果你來說算面積 就是我們剛才進來的那一層 就是客廳和餐廳位那一層 包括第二層的一個廁房 是算面積的 其他的都不算面積